亚马逊河位于南美洲,是世界上最长,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之一,全长约6400公里,流域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,是世界上最繁华和生态丰富的地区之一,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。 亚马逊雨林本身存在许多危险因素,例如毒蛇、蚊子、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,以及热带疾病和自然灾害等,原住民部落对森林的了解和适应能力非常强,他们采取了可持续的森林利用方法,从而维持了自己的生计和森林的健康。 这一期观察世界带您探索亚马逊河部落中的女战士,世界上第三世界的部落文明大都男主外,女主内,男人必须负责狩猎工作,女人则负责采集,手工编织等工作,但在亚马逊河部落则有些不同,亚马逊河部落的生活依赖住森林和河流,女人成年后必须在森林试炼,先从基本的野外狩猎开始。 徒手抓蛇是试炼之一,必须克服对蛇的恐惧,即使被咬到流血也只是家常便饭,他们会运用森林里的草药来医治。 徒手抓到后必须缠绕在自己的脖子,这是获得勇气的象征。 中午烈阳高照时是午休时刻,顺应大自然重视原住民部落传统的生存方式,刚成年接受试炼的女战士在午休互相修整。 下午试炼开始,这个试炼试图手抓鳄鱼,试炼你暂时在河中开始寻找鳄鱼。 发现鳄鱼后女战士一起上前包围。 每个女战士都必须徒手抓一次鳄鱼。 被哑到流血也不能害怕。 通过河流试炼后女战士们开始细水,跟森林融为一体是原住民的生活模式。 时间来到最后阶段,他们会把森林的一种植物研磨成粉,用管子把植物粉吹入鼻腔。 这种粉末具有类似离患药的效果,会直接刺激到脑部,吸入后会出现幻觉,就像吸食毒品般的感觉。 他们必须忍受,因为这是一种蜕变的象征。 移术完成后女战士终于通过初级试炼。 希望您喜欢这一集的影片,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,观察世界下一期再见。